女王用配件切蛋糕,称这样比较不一样,引得凯特王妃和卡米拉大笑。 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11日报道,当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是在参加活动时一改常态坚持要用一把配件来切蛋糕。 而这有趣的一幕也让在场的凯特王妃和卡米拉王妃忍不住大笑。 据媒体报道,当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是在康沃尔郡参加庆祝登基70周年的系列活动。 在当天母宴时分,有一个环节需要女王来切蛋糕。 结果一向严肃的伊丽莎白女王坚持要用一把配件来切蛋糕。当时女王的助手还提醒她说, 我们有切蛋糕专用的刀,不过女王拒绝说,我知道有刀。 但是用剑来切显得比较不一样。 而一旁蒂卡米拉王妃也立即评论说, 女王的这一举动赢得现场所有宾客的掌声。 在用配件切完蛋糕之后, 女王才换上切蛋糕专用的刀具将蛋糕再切小,她一边切还一边说,看起来很不错。 另据媒体报道,此前英国女王刚刚接待了来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外国领导人。 英国政府似乎希望通过女王的魅力来给参加峰会的领导人留下印象。 而英国女王也没让大家失望,她在演会上妙语连珠。 不时引发各国领导人的笑声,女王在与领导人合影的时候审志调侃说, 你们是不是都是假装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据媒体报道,英国女王当天参加的活动名叫《丰盛的午餐》, 这一活动从2009年开始举办。 此次活动也是纪念伊丽莎白二世即为70周年的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的活动聚集了英国王室最有权势的三个女人。 分别是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王妃以及查尔斯王储的妻子卡米拉。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不过当天的活动看起来都比较和谐,看来王室这些女人们的关系也算不错。 据英国《每日邮报》6月11日报道,当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参加活动时 亦改常态坚持要用一把配件来切蛋糕。 而这有趣的一幕也让在场的凯特王妃和卡米拉王妃忍不住大笑。 据媒体报道,当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康沃尔郡参加庆祝登基70周年的系列活动。 在当天幕宴时分,有一个环节需要女王来切蛋糕。 结果一向严肃的伊丽莎白女王坚持要用一把配件来切蛋糕。 当时女王的助手还提醒她说,我们有切蛋糕专用的刀。 不过女王拒绝说,我知道有刀。 但是用剑来切显得比较不一样。 而伊丽莎白女王妃也立即评论说, 女王的这一举动赢得现场所有宾客的掌声。 在用配件切完蛋糕之后, 女王才换上切蛋糕专用的刀具将蛋糕再切小。 她一边切还一边说,看起来很不错。 另据媒体报道,此前英国女王刚刚接待了来英国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外国领导人。 英国政府似乎希望通过女王的魅力来给参加峰会的领导人留下印象。 而英国女王也没让大家失望,她在演会上妙语连珠。 不时引发各国领导人的笑声。 女王在与领导人们合影的时候审志调侃说, 你们是不是都是假装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据媒体报道,英国女王当天参加的活动名叫《丰盛的午餐》, 这一活动从2009年开始举办。 此次活动也是纪念伊丽莎白二世即为70周年的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的活动聚集了英国王室最有权势的三个女人。 分别是威廉王子的妻子凯特王妃以及查尔斯王储的妻子卡米拉。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不过当天的活动看起来都比较和谐,看来王室这些女人们的关系也算不错。 2.40岁韩国偶像比祖关轩结婚,与大一岁女友筹备婚礼,前任小她13岁。 6月12日,有港媒报道称,韩国男团水晶男孩成员张水苑即将结婚,成为人夫。 据了解,张水苑的另一半比她年长一岁,是韩国顶级演员的一用造型师,算是半个圈内人。 而张水苑目前正在筹备婚事,计划将在年底举办婚礼。 但是因为特殊时期的影响,婚礼细节等问题尚未落实。 张水苑要结婚仪式在11号被曝出,但尚未得到官方证实。 直到12号,张水苑才对外承认这桩席事,并说, 以水晶男孩身份出道已经24年的我,遇到相互珍惜和理解。 一辈子望着同一方想,一辈子想要在一起的人。 现在因为疫情仍是辛苦时间,具体计划仍在讨论中。 希望之后有机会和粉丝见面,再次感谢一直支持信任的粉丝们。 消息曝光之后,不少粉丝都送上祝福,希望张水苑的婚姻生活能甜甜蜜蜜。 对于女方的消息,张水苑只字未提,此次结婚消息来得突然。 想必张水苑也不愿为来妻子过早曝光在媒体面前。 据说张水苑在和女方交往期间,就已经和身边亲朋好友介绍过了。 结婚的消息也是小心翼翼透露出去的,可能已开始没打算公开。 张水苑,现年40岁,是男团水晶男孩中的成员。 该组合在1997年以6人男子团体出道,随即获得巨大反响。 成为男团HOT的最大对手,一人安期选就曾是HOT的团员。 当时两团被并称为1990年代后期韩国歌坛两大山脉,算是韩流鼻祖。 现在水晶男孩之剩下四人。 熟悉韩流的人都知道,张水苑在2014年曾交往过一个小13岁的女友。 两人恋爱四年,在2018年分手。至于为何分手? 她本人没有对外透露,但是媒体称女方可能有了新欢。 不管如何,再次祝福张水苑,希望她的婚姻生活能一直幸福,期待她更多的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连典